新聞一開始來看 今天是一一救小鳳姐 中法官小鳳姐 基本就讓我團出去 聽到心跳聲 因為感恩慶勝貴 感謝觀眾十二桌上 心電動機的善心臨書 就因為這個救護車長 配有這種十二桌上 心電動機去 兩年來 已經成功手救 七十九位 心肌梗塞鄉親 小鳳對隊員 喜歡操作十二桌上 心電動機 這台機構離開 可以讓救護人員 再救護車長 先對醫師心肌更小的民眾做檢查 而且當保障檢查的手機 團服白衣 正出作心得慣出水的時間 要確定診斷 第二件事叫送對醫院 確定診斷 有十二島子的心電動機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送對醫院就是要送到 有新島館設備的應 而且要就近去送 那我想 雙方局在近年來做了這樣子的建置 十二島城的心電動機 在救助上 救了很多種病患 造福了很多的鄉親 館長王皮比表示 現在全中法官 只有兩台十二島嶺 心電動機 後來劉秀 有生心臨書來觀景 其中還有因為這台機器 來救他一名官民 來發揮大愛 火開社會 十二島城的這個機械 那總共有1200多萬 我真的這邊要特別謝謝 我們這43座捐贈者 因為有他們 才能夠讓我們有很好的配備 才能夠在這短短的兩年之內 救了87條的一個人命 我想等於也幫助了87個家庭 那在這邊 謝謝所有捐贈者 也要這邊恭喜所有這個 因為這樣而重申的這些夥伴們 謝謝大家 小鳳教之次 中法官來有十四斤 結局這年八月 只有六斤是有二十四點 進的心度關係 為了進出不緊在了時間 就讓車頂的十二島嶺 心電動機 可以替換車進出到 更多的出局時間 在中法新聞中施量 中法蔡鳳報道